今天我们会讲到这个主题就是 轻松生活 就是如何轻松做人 开心做人 就算有多大的困难 我们都能够轻松呢 首先我们能够轻松的原因 转到输了 第一个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神非常爱我们 我们能够和神建立一个轻松的关系 当我们有和神建立一个轻松的关系 我们就能够有力量轻松做人 因为神是掌握一切 所以第一步骤是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能够和祂轻松的相处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 很难和神有轻松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 我有这么多罪 这么多软弱 这么多情绪 我处理不了很多问题 但是其实神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真心悔改 神就很欢喜 我们跟从祂的神就很欢喜 我们遵从祂也很欢喜 我们爱祂也很欢喜 所以和神的关系很不同 和人不同的地方就是 和人相处 很多时候人就会看我们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但是和神相处 就是有什么地方我们做得好 神都喜悦的 而什么地方我们做得不好 我们就求主赦免 神就很乐意赦免我们的 所以第一点就是 讨神喜悦是不难的 当我们犯了罪 我们求主赦免 神就很欢喜 圣经说 整个天上都要为祂欢喜 然后我们真心祷告 神就欢喜了 神就与我们同在 神 我们亲近神 神一定亲近我们 我们尝在耶稣里面 耶稣又尝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多结果子 就是说祂就时时和我们一起 又令到我们的生命很丰盛 这个果子包括生命的果子 就是会有平安喜乐 兴散开心 能够做人做得开心 还有会有影响人的那种果子 侍奉的果子 能够祝福人 让人看到耶稣的美善 还有爱神 圣经就说 神为爱祂的人 所以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生未曾想到的 祂就会有很多很美善的事 在祂身上发生 因为神为祂预备 祂想都想不到的恩典 祂从来没有想过的恩典 神会将它放在祂身上 所以我们爱神就很值得的 当我们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因为门徒的命 而将一杯凉水给他 都不能不得赏赐 神又很欢喜 就是说我们为耶稣做任何小事 神都会纪念 神都会赏赐 所以跟神的关系很不同 譬如我们跟人的关系 有时就算我们有进步 人家就说 你有进步 不过你还有很多地方要进步 就总是看那些未做到的地方 但是神很不同 就是祂会时时看 我们有任何的努力 为耶稣的缘故的努力 祂都会很欢喜 祂就会欣赏 祂就会赏赐 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可以越来越进步的 在罗马书五章七节那里讲到 为二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 此向我们显明了 那这要讲到什么呢 就是神爱我们 当我们仍然是罪人 不是我们救好的时候 神已经爱我们 我们未救好 神已经爱我们 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神已经爱我们 已计划要拯救我们 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天天都说 耶稣现在爱我 耶稣现在祝福我 很想祝福我 很想拯救我 很想将很多恩恋给我们 所以这个基础第一就是 当我们还作罪人 全身罪污的时候 神已经爱我们了 而一个罪人悔的 天上都会为他欢喜的 我们一亲近神 神就欢喜了 我们现在是将 用这些经文来支持 才所说的说话就是 我们讨神喜悦是不难的 因为神是看我们有什么进步 就算我们有很多地方 未够进步 稍微有些进步 神已经欢喜了 神不是要等到我们 完美才欢喜 当我们听神话的时候 神已经是很欢喜了 还有神叫我们 在祂里面是很安静的 安揭的 安息在神里面 诗篇23篇第二节 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 令我再可安揭的水边 神叫我们能够 好像那些羊仔 例如牧羊人 照顾那些羊 他就躺在青草地上 在可安揭的水边 他就会很平安 很舒服 在《针言十章22节》里 说到耶和华所赐的福祉人 付诸并不加上忧虑 神会让我们能够封城 但不会加上忧虑 有很多时候人会担心的 耶稣的骗是容易淡 只是轻散的 我们跟从耶稣 一切神都会负责 神会负责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爱神 亲近神 将从神 神会负责我们的生命 我们需要用的一切 神会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 有耶稣万事足 亦都可以享受神的爱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锁示 就是怎样能够享受 跟神的关系轻轻松松 就是想到祂常在爱我们 我们享受祂的爱 我们很多方面 可以看到神的爱 在神做的万物 我们做的食物 我们的身体的奇妙 我们享受神的爱 我们亲近神 会心里有平安兴散 这个是神的爱 圣灵会带领我们 这个是神的爱 而圣经说 就是神为爱祂的人 所预备的眼睛未曾看见 以当我未曾听见 人生未曾想到的 就是说 当我们爱祂的时候 祂就为我们预备 很多很多的礼物 所以我们跟从耶稣 爱耶稣是最尝算的 有些人说 我就是很难爱耶稣 我没有动力去爱耶稣 我们这样想 我们用很多心机爱一个人 可能爱你的配偶 爱你的子女 用很多心机去爱祂 但是得回来的 很多时候未必是真正的祝福 因为对方可能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以至在关系上有很多沉重的地方 但是我们爱神 神一定会祭脸 神一定会回报 神一定会祝福 所以是很不同的 当我们爱神和有神的爱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去爱其他人了 我们就可以祝福其他人 跟他建立关系 就算他们不是那么好 我们依然爱他 那个关系会改善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被他影响 反而慢慢帮助他 越来越 跟我们的关系越来好 而为耶稣做任何小事 神都喜欢 凡因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不能不得赏赐 这个讲到就是 做在基督徒的身上 因为你属于耶稣基督 给你一杯水喝的 他不能不得赏赐 有些人说 那是不是只是做在基督徒身上 其实做在任何人身上 我们为了荣耀神 为了让人看到 耶稣的美善 我们显出耶稣的爱的时候 希望带他信耶稣 希望令他看到耶稣的美善的时候 神也是会纪念的 因为我们是荣耀他的时候 神也会纪念的 就是说原来我们做最小的事 神也会欢喜 这件事跟人很不同 因为人很多时候 我们做一些好事在他身上 他有时不好的 就会想你有什么动机 你想得到什么 很多时候做了 他会忘记 他们不会纪念 他不会欣赏的 但是神是永远欣赏的 譬如你送一些东西给人 可能人们说 你这么少的礼物算得什么呢 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事情 就是有一个丈夫 买了花送给他太太 希望他太太欢喜 但他看到花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哇 你买了这么欲酸的花 你买了多少钱 浪费了钱 这个丈夫 你想想 他很害怕 以后他都不敢买花送给他太太 因为他太太会批评那些 他买的花不够漂亮 人就是这样 当我们做一些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说 你做得不够好 但是神永远都说 就算你做得不够好 你有心爱神 神是一定欢喜的 人不能完全地爱我们 但是神能够完全地爱我们 怎么爱我们呢 神如全接纳 譬如有时我们觉得自己没什么用 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做不到 很多失败 很多罪 那我们来到耶稣面前 我说耶稣 我真的是一个罪人 耶稣会很欢喜 耶稣会接纳我们 耶稣会爱我们提升我们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简单 但是很多人就说 哎呀 我有罪 我不敢见神 因为他用一个律法的眼光 看神 他就觉得神好像法官 好像警察那样 那时候他就害怕了 但是如果我们用一个心态 就是一个最慈爱的爸爸 就算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 他依然爱我们的 这样的心态 来到亲近神 就能够轻松了 还有神有无限的耐心 虽然很多事我们没有听话 但是神依然爱我们 依然是祝福我们的 依然是有耐心去帮我们 所以我们就算失败很多次 我们亲近神 神都欢喜的 他能够凡事祝福和帮助 无论在我们个人的生命 我们的情绪 我们跟人的关系 我们的家庭 工作前途 我们的侍奉 无论什么都好 也都包括健康 神都是会照顾的 因为他有能力照顾 也都圣经答应他为爱他的人预备 我们人心未曾想到的东西 所以他会为我们预备 所有需要的东西 来祝福我们 不代表我们会变成大富翁 但是神就会叫我们 在每一件事上得福 我们上班和人的关系会改善 我们的工作的表现会好 我们的家庭可以越来越有爱 家庭里面更多的关心 有一个亲切 互相鼓励 互相建立的关系 在教会里面 能够有 跟关心人 祝福人 能够跟特殷子 有一个非常和谐 彼此建立的关系 能够享受基督徒的生命 享受教会的生活 也都赐给我们健康 赐给我们力量 发挥我们的生命 因为整个人都会提升的 所以我们深信神凡事祝福 所以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做人 因为神会照顾我一切 还有祂有奇妙计划 在我们生命之中 我们前路有计划 只要我们听话 圣经讲到 在诗篇139篇16-17节 说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 你已经写了你的策相 神已经写了一个计划 不过这个计划 不是自动应验的 是当我们听神的话 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 说 当我们身体 当我们身体在献上当作活祭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将自己的生命给神 不要跟随这个世界 给神改变我们的生命 遵从神 去服事神 我们就能够进入神的善良 顺存 可喜悦的旨意 就会进入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 所以这个计划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 是整个生命完全发挥的 是能够享受生命 而这个计划 是已经写在天上 是必然可以得到的 只要我们听话 有时有些人说 我很想得到祝福 其实很简单 有些人可能会跑聚会 去找很多聚会 希望有些报道家 很有能力为我祈祷 我就得福 其实我们的恩典来源 是来自神 只要我们信靠祂 亲近祂 遵从祂 服事祂 荣耀祂 告诉人们神多好 这个服事 不是一定要在教会的事奉 总之我们告诉人们神多好 神就会喜欢 神就会祝福我们生命 我们整个生命都会越来越美好的 不过我们就不需要担心任何的事 也会叫我们经历平安喜乐 整个人就会开心快乐 充满喜乐 充满力量 又为我们预备天堂 神真是凡事能够祝福 所以有神万事足 有神也都令到我们整个人开心 整个人有丰盛的生命 第一个部分 就是说到如何在神里面 有力量 开心做人 我希望大家 如果你跟神关系 有些困难的 在心里面告诉自己 耶稣一定帮我 就是祈祷的时候 也可以这么说的 耶稣一定听我祈祷 一定会祝福 神的听我们祈祷 不一定照我们的心意 有些人说 很想我多些钱 我想快点多些钱 神未必即时将钱给我们 但神会帮助我们 学习去倚靠神 有些困难的日子 帮我们倚靠神 也帮我们去处理生命 能够工作更加好 能够逐步供应我们的生命 总之我们信靠神 亲近神 遵从神 神一定为我们预备前面的路 叫我们整个人蒙福 那你就说 有什么事发生都好 我都不需要惧怕 我一定 我条路是一定越来越好 这个好 不一定没有迫白 耶稣说到 我们是会受迫白的 但是呢 神是会纪念 神是会祝福 我们所做的一切的 所以就算我们跟神关系不好 我们求主赦免 我们真的说 神啊 我跟从你最好 我爱你最好 那我们爱神呢 我们的生命就一定蒙福 和提升的 我希望大家都 都有这个信心 神是一位祝福人的神 并不加上忧虑的 祂是能够凡事帮我们的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处理到人制关系 很多时候人的不开心 人不轻松 就是因为人制关系 那很多人呢 就相信了很多大话 有什么大话呢 他发生我当然要发生 就是有些大话就说 他坏 我一定要骂他 他不好 我一定要报复 这些呢 其实是造成很多问题的 其实人有问题 是他的问题 是不是一定我要不开心呢 是不是一定要发脾气 我要生气呢 其实不是一定的 当我被他影响的时候 反而呢 我的生命是会越来越惨的 就是哇 每天都说 哎呀 他又不喜欢我 哎呀 他又骂我 他又对我不好 那时候呢 我们就会很惨 当我们信神会祝福我们 没有人能够将神的恩典拿走的 去到天堂呢 神不需要跟我们说 对不起对不起 我忘记帮你 我忘记把那些不好的人拿走 那结果呢 你就被这些不好的人影响 其实呢 我们 不需要被这些不好的人影响的 他做的事 他说的说话 我们不需要放在心上 他说的说话 只在空气中停留 不够一秒钟 我们不放在心上 是不会受影响的 那么有些人说 不是呢 那些恶人是会吓人的 他会伤害人的 首先他骂我们 我们不需要介意 因为他的说话 只是停留 空气半秒都不够的 而他真的想伤害我们的时候 神会保守 我们听神的话 神会保守 即使我们失去金钱 神会给我们的 因为圣经答应了 先求神的国 和他的义 这一切会加给我们 所以我们不需要 怕别人拿走我们的东西 当人发生怒的时候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心里面可以说 是他的问题 他发生怒 他无缘无故发生怒 如果我们有错 我们认错 但如果我们没错 他发生怒的时候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不需要介意 我不需要因为他而发生怒 我不需要受伤害 即他骂我 蠢 是不是我就变成蠢呢 他骂我没用 是不是我变成没用呢 他骂我 他不喜欢我 是不是代表我没有价值呢 其实都不是的 当神爱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价值 我们都可以建立我们的价值 当我们时时恩代人的时候 总有些人对我们好的 尤其是主内的电影展会 一定有对我们好的 我们就有好的人际关系 有些对我们不好的 我们不需要放在心上的 总之任何人 他就做任何事 想伤害我们 我们有神的祝福 他是拿不走 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典的 好了 另外有些人的信的谈话就是 家庭不和 我就一定要烦恼 的而且确 家庭不和 总会有不开心 不过不开心的时候 怎么处理 有很多人就会这样的 家庭不和就很烦恼 很烦恼 很不开心 整天都烦恼的时候 反而他不能够改善家里的问题 曾经有一个人 他想请我帮他的儿子 但是他很害怕 和他儿子沟通 就是他怕他儿子不肯 他就叫我来先 去一个地方约定 然后他打电话叫他儿子来 我听到他打电话的时候 他和我儿子说很烦恼 牧师想见你 你都不见他 结果那儿子没有出现 看得到 我就问他 我说你先说话的声音是怎样的 他说是有点烦恼的 我说你猜你的儿子听到有什么感觉呢 他儿子听到就会不开心 不喜欢 不喜欢的时候 他的烦恼令到关系更加困难 也令到他儿子难以接受帮助 所以当他儿子有问题 反而我放了 不背着这个担子 我想帮他 我为他祈祷 我尽量温和对他 但是我不急 反而平和的心 能够慢慢改善 能够改善关系 也欣赏他任何好的地方 任何好的地方 他任何好说话 沟通 或者做任何好事 小小的好事都立即赞赏他 反而他儿子会改变 所以越猛 因为家庭不和 家庭问题越猛 反而问题越大 但是越是不受影响 越是平安轻省 就越是容易能够帮助他儿子 所以在任何关系 不是一定需要猛 这样的人就轻松了 很多人信的谎话是什么呢 人家骂我 我一定要骂他 人家做错事 我一定要骂他 这不是必然的 他做错事 他也不想的 我就可以欣赏他的努力 然后说 你想不想下一次做得好些 你猜有什么方法做得好些 这是引导的 你觉得有什么方法做得好些 你有没有想到什么方法 如果他想不到 你想不想我提议一些方法 总是用一个引导的方法 去欣赏他任何的努力 其实你也有尝试 虽然做得不好 但是慢慢你会越来越好 这样的时候 他反而有动力去改善 他骂我 我不需要放弃心上 我平安对他 譬如他真的骂我 他很不开心 我说对不起 令你不开心 我有什么可以做呢 用一个平和心去问他 反而他觉得 你也不受我的影响 他反而没有那么生气 人不合我的心的时候 是不是要针对他呢 他做些事跟我相反 是不是要针对他 其实不重要的 人和我们不同 是会人之不同 各与其面 我也不能够强迫人去改变 他的看法不同 不代表他会改变我 如何做人 我的看法 我用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在香港的情况 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政见 其实不同的政见的人 有他的原因 有他的原因 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政见 每一面都有他的原因 但很多时候家庭不和 就因为政见不同 但当我们发猛症 反而关系不好 他就这样看 其实有时很难改变 我们不需要尝试去改变他 我们只是接受他 我们也不需要因为这件事 而引起争吵 而是我们明白他为什么 有这个看法 我们接立他 我们尽量帮助他平安 在这些不同的政见之中 他依然平安 依然不会因为这些政见不同 而发脾气 很生气 睡觉也睡不到 做工也做不到 有些人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和他政见不同 不需要和他爭吵 反而关心他 你有没有不开心 有没有受影响 你怎样可以平安一些 可能他说 如果香港改变了 我就会平安 这个世界是不会完全改变了 根据我们的心 因为人也是有罪 所以这个世界是不会完美 当我们接受不会完美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那么生气 我们在这个不完美的情况 仍然是可以有平安有爱 所以在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都可以接受这个情况 而不受影响 人不同的 我们不需要发脾气 不需要和他争吵 我们只是保持这个关系 反而是更加重要的 好了 有些人觉得 我有怒气一定要向他发泄 我不喜欢我要骂人 但是越骂人 其实关系越差 问题越严重 本来一件小事 越骂越大 大家反面 或者甚至离婚 这样的时候 是很不值得的 或者人磨砌的时候 就会很不开心 很沉满 发生气 其实关系不好 我越平安兴散 可以越慢慢影响他 有些人就说 你讲得很容易 那人明明不好 情况明明不好 怎样可以平安呢 这个平安就不是来自人 是来自神 因为神爱我 所以就算情况不平安 我依然平安轻松 我依然不受影响 我依然是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 我亲近神而有平安喜乐 我不能够改变人 我接受这个事实 我不需要因为人的不同 而受影响 也不需要因为人的不好 因为我们看不同的人 总会看到他的不好 人人都有不好 他不好也好 我不需要受影响 因为神会给我 神会给我平安喜乐 神会祝福我的生命 我能够祝福人 其实人生在世最重要是什么呢 有些人认为能够赚钱 健康 有子女 家庭和谐 有美满的家庭 事业成功 他就觉得这个就是人生的目的 但这种人生的目的 是往会失望的 因为是没有担保 没有担保事业会成功 没有担保家庭会和谐 因为是很在乎周围的人 家庭 你的家人是否一定对你好 不是一定 但是呢 神里面的封城生命是什么呢 在神里面有平安 有喜乐 有奇妙的计划 我可以祝福人 我祝福人 神就欢喜 神欢喜的时候 就会祝福我整个生命 我能够享受神的平安 神的喜乐力量 我时时都有爱心 神有纪念 神就会赏赐 我也都一定有好的朋友 因为我善待人的时候 总有些人对我好的 有些人对我不好的 不要紧 我不用受影响 我慢慢去改变他 这就是神里面那种的轻松和封城的生命 我希望大家是渴慕神的封城生命 而不是渴慕世上的东西 不是渴慕钱 只是人的和谐 就是有时我们很期望 希望家庭和谐 但是这件事真的需要 有时需要时间 家人不好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爱心 有内心慢慢善待他们 或者家庭会改善 有时有些家庭一直都不改善 的时候我们都接受 我改变不了他 因为他是另一个人 我改变不了 我只是尽量善待他 希望有一天他会改变 当人在这种情况下 有什么效果呢 他的关系越来越差 人们更加不合作 又不能够解决问题 问题更加严重 生命被破坏 整个生命被破坏 为什么这么多人有这么多问题 这么多人有情绪问题 这么多人有人際问题 家庭问题 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开心 就是因为他用一些不好的方法去处理 整天执着于某些事情 就是整天都不开心 整天都紧张 这是一个观念 就是如果有神经验我们 我们很容易放手 因为我接受他就是神经 他有问题 所以我们就能够放手 普通人骂我们 我们就觉得很难接受 因为他是正常人 他骂我真的很不对 于是我们的心里面 就会发怒了 但其实普通人正常人 其实都是不正常 为什么呢 在神里面都是罪人 个个都是罪人 所以罪人就会伤害人 当我们接受 神经验是不正常 其实普通人 某程度在神里面都是不正常 因为他们没有爱心 他们是有罪的 所以他们会伤害人 但当我们接受的时候 我们接受神经验有问题 我们就不介意 我们接受普通人是会发怒的 你看到周围的人是会发怒的 是会谎不讲理的 是会自私的 是会伤害人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那么紧张 不会那么看得那么严重 就是不要觉得人就是好的 不是一定人是好的 人总是有很多问题 我们不受影响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不让他影响 而善待他 这样的时候 反而关系会改善 以及我们的爱心会影响他们 而我们很重要的是 需要每一天清理垃圾 就是说 我们很多时候被人伤害 很多负面的情绪 被人伤害的时候 这些伤害 被人骂 闲话 控诉 失败感 被人遗弃 失败感 就是做事失败 觉得我做得不好 或者忧伤 发怒 不饶恕 这些一切都需要清理 就是不用介意 被人骂了 不重要 可以放下 我失败了 不重要 我可以努力尝试 我有进步 有少少的进步 已经是很好 我不用介意 以往的失败 不用介意 在人面前很丑怪 失败了 不重要 人人都有失败 当我们很多事情都 看破 都不重要的时候 我们就不容易受伤害 不会那么容易 经常都痛苦 而且对人 经常都珍惜 有任何人对我们好 我们就珍惜 无论他是什么人 家人 当然我们珍惜 顶子 我们当然珍惜 同事 我们当然珍惜 有些人 可能他有很多地方不好 但他有少少好 我们都珍惜 譬如有些人说 我父母对我好 不过他很浪沉 很长气 所以就不喜欢他 但其实他对我们 好的地方很多 我们珍惜他好的地方 这样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 和他保持一个好的关系 但如果我们常常 注目在他 浪沉长气的时候 我们就会 那个关系受影响了 所以我们周围的人 每个人都有些好的人 对我们 有些人对我们好 我们珍惜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其实我们是一个幸福的人 尤其在主内的 弟兄姐妹 有对我们好的 我们真的要珍惜 他们真的用很多心 在我们身上 帮助我们 我们更加要珍惜 有妈妈真是好 她照顾我们 母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 虽然有些妈妈 是会长气一些 但她始终是有爱心的 我们就珍惜她 对她好 她又会开心 她又会对我们更加好 更加欣赏我们 那么关系就越来越好 所以珍惜人的关系 是更加好的 好了 那怎样珍惜人呢 和爱人呢 第一 就是相信人際关系 是神给的礼物 就是有好的家人 是神给的礼物 有好的弟兄姐妹 是神给的礼物 多些亲近神去建立爱心 就是多些对人的爱心 因为神的生命 也对人 善待人 善待人自然 人也会对我们好的 要输人 她做错事不重要的 她不能真是伤害我们 很多人觉得 她做错事伤害我 我就很生气了 尤其失了些钱 这样的时候 就很生气 但其实 神会给我们 我们听神话 神会给我们 也会为每个人祈祷祝福 所算每个人的长处 他有什么好的地方 就开始爱心的行动 开始对他善待他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珍惜人 欣赏人 更加能够改变人 即是我们欣赏他 他更加会改变人 例如小朋友不听话 但他的小努力 你就会赞他 你会说 你今晚很努力 我看到你很努力 我看到你很努力读书 你真的很乖 这样的时候 他听完 他会有动力乖些 你赞他 他会有动力乖些 这是欣赏人的 能够给人动力的 多些听人说话 建立关系 关系会更加好 聆听他的感觉 回应他的感觉 而很重要 就是关系比事情更加重要 有很多人 会因为一只碗 就骂他的子女 你洗碗 不小心 弄坏了一碗 但其实这碗的价值很低 反而他打烂了 不要紧 下次小心就可以了 总之用一些柔和的说话 令他觉得平安、轻松 因为人的关系 给事情 给一只碗 就算给很多钱 也更加重要 而我们有恩慈 不要论断人 就不被论断 我们不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我们遥恕人 就必忘遥恕 我们必有神就给我们 并且有十足的星斗 连瑶 戴岸 尚之马流的赌在 我们怀侣 就是神会将很多礼物给我们 当我们善待人的时候 神将很多礼物给我们 亦都给我们包容 给一只瑶书 我们的同人关系更加好 有不好的人 我们也善待他 好了 接着说到 建立正面的情绪 令人更开心 有一成的香港人 是有情绪的问题 很多人被人影响 长期都不开心 而情绪 就会带来痛症 情绪是对我们身体不好的 有情绪病的人 很多都有 头痛 腰骨痛 颈痛 胃痛 是很多人都有的 亦都会带来皮肤问题 免疫的问题 和皮肤的问题 现在香港人 很多人有皮肤问题 生水泼 濕疹 是很常见 那些医生都说 现在很多人来找 他们都是因为皮肤问题 其中的因素 就是情绪的问题 亦都因为食物 因为很多食物 加了很多抗生素 令到那些鸡 那些养殖的那些鱼 那些鱼 那些生得快些 就下了一些抗生素 和那些 令到它能够 长大得快些的药物 反而这些是对人不好的 所以我们越吃健康的食物越好 而且凡是人处理过制成品 制成的食物 其实是不健康的 吃原来的食物是比较健康的 而且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 我们身体抗癌的力量 和抗病的力量 就会减少的 有些T细胞 专是做吃癌细胞的 那如果当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 T细胞就会生得不够多 睡觉不好 生得不够多的时候 它就不能够抗癌 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 有时的细胞会变种 变种 就会有癌症生出来 而当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 是容易有癌症的 那管理情绪的ABC理论是什么呢 就是说有件事发生 A Activating Event 有件事引发我们不开心的 B是个信念 我们信什么呢 C是个后果 就是说当我们信 神会帮我们 信神会祝福我们 我们的情绪会更加好的 这个经文 诗篇18篇第六节 有由帮助我 我必不巨派 人能把我怎么样 当我们相信神会帮我们 我们人不能伤害我 人能把我怎么样 我就会不害怕 但有些人 哇 很被人影响 有人对我不好 很害怕 很烦恼 很生气 这样的时候 反而他的生命 是更多问题 因为他的信念 他的信念就是 那些人会害到我的 但其实很重要的 有些信念我们今天讲到 神一定会祝福我们 没有人能够害到爱神的人 神一定会给我们 各样的恩典给我们 神会补偿给我们 给我们更加好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受恶人的影响 恶人不能够破坏神的计划 这样的时候我相信 我就不会害怕 但如果当人相信 哇 很惨 有些人相信 人家拿走我的东西 我就很惨 人家伤害我就很严重 这样 他就会情绪有问题 负面的思想 就带来负面的情绪 即是说 他的思想不好 先说到思想就是他的信念 他的信念觉得 被人欺负是很惨的 他就会常常都不开心 但是当我们觉得被人欺负 不要紧 而我们能够很正面的 就算有人欺负我们 我们可以很柔和地跟他说 如果我有做错 你可以告诉我 如果我没有做错 你可不可以 我们用柔和的方法相处呢 我们也不需要大家吵架 在一些情况之下 我们用柔和的方法去处理 即是说 负面的 人们想负面 哎呀 人们害我 人们对我不好 我很惨 这样的时候 他的情绪就会变得很惨 圣经讲到 信若情欲杀 总必从情欲收败坏 就是如果 我们里面有很多负面的东西 就会收败坏 即是觉得 人生太难了 哎呀 一个信念 人生很难 他就会很惨 神帮我 这是假的 神是帮信靠他的人 他就会很惨 我做不到的 我没有用的 我放弃了 人对我不好 生命没有意义 这些都是负面的思想 接着他就会很激气 很愤怒 很烦恼 很低沉 很失望 很痛苦 整个人就会很痛苦 神给我这个德性五部曲 如何胜过负面的思想 负面情绪和罪 就是首先留意有任何负面的思想情绪 任何负面的东西 第二就是破坏性 他一定有破坏性 譬如我觉得很惨 是会有破坏性 觉得很惨的人是越来越惨的 觉得被人欺負很惨 他是会越来越惨的 觉得人很差 所以要生气 这个信念也有错 一定会带来破坏性 有圣经观念处理 就是圣经分会我怎么做呢 是不是我需要负面呢 圣经教我怎么可以正面呢 然后祈祷了 求神赦免我的罪 和赐免我的力量 然后第五 选择正面的思想 和正面的情绪 就是我选择 神是爱我的 我是宝贵的 我是重要的 我听神的话爱神 神一定祝福我的 我可以活得开心 活得喜乐平安的 是没有一个原因 我需要继续不开心的 负面的思想 就会和属神的意念争战 因为负面的思想 是会叫我们不要 信神的意念的 负面的思想 就是譬如说 我很惨 我没用 别人害我 这些很惨 好了 中间这些 就是神的意念 神很爱我的 神接立我的 神帮我的 神医我的 于是我可以放手 不要紧的 我有价值的 我可以改善的 我可以开心的 我可以开心的 这个就是用神的正面思想 以至我们能够有正面的情绪 正面的开心 平安 那如何刻意活在主的喜乐之中 这几个人 第一就是深信神很爱我们 又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 就是说我是宝贵 我是重要的 还有建立好的人际关系 建立好的工作能力 尽量去祝福人 以至我们真的发觉自己的生命 是有果效 有正面的果子的人 就会有健康自我形象的 清理所有垃圾不好的东西 以及不断敬拜赞美爱慕神 人就会喜乐 学习在主里平稳安静 时时都很安静 在神面前 不断数算神的尾线 和恩典 就以神为乐 神真是好 神做那么多好吃的东西 神赐给我平安 常常唱师赞美神 又开心笑 他人就会常常都开心 首先就是亲近神 我将耶华常摆在我面前 我就常常都开心 我心欢喜我 灵快乐 肉身也安然居住 神在一切困难中 都能够帮助凡尊重他的人 就算我几大困难也好 神都能够帮助我的 所以我不用担心了 因为我们先求卡利国和他利 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他利 关心神的天国 想多些人相信耶稣 和让耶稣做主 耶稣做主的地方就是天国了 就是我们的心 成为天国居住的地方 我听耶稣说 耶稣在做主 耶稣做王的地方就是天国 当我们听耶稣说 耶稣就将一切交给我 所以我不用担心 不用忧虑 我前面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还有愿神的爱 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 欢呼喜乐 整天饱得神的慈爱 我们的人 就会一生开心快乐 那我想总括我今天所说的 我们做人 怎样可以开心快活轻松呢 就是首先 深信神很爱我 神会凡事祝福爱他的人 我爱他一定蒙福 我遵从他一定神喜悦 我荣耀他 时时告诉人 神多好 神一定喜悦 神一定祝福的 而人呢 我们不需要受负面的人影响 他骂我们 我不代表会失去一切 有时说 哎呀 我老板骂我 不知道他会不会炒我鱿鱼 如果神给我这份工 我是可以保持这份工的 老板也不会想炒我 就算他有时骂我可能是他的问题 那我不需要受他的影响 当然我们可以选择工作 但有时不能选择神 我们就说 不要紧要 他骂我 不当回事 我只是接受 他就是一个喜欢骂人的人 他骂我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不需要整天耿耿于怀 于是呢 就算他一直骂我 我的心说 不要紧要的 他是容易骂人 我不用放在心上 那时候就算他不好 我不用放在心上 或者譬如配偶 容易发脾气 那我们也想想 我们有没有令他发脾气 是否我们没有关心他 是否我们自己太长气 我们自己容易伤害他 我们自己留意 就算他有些说话 还不讲理 我也不放在心上 我反而用柔和的方法 不要激怒他 不要刺他 不要说话去刺伤他 而是去欣赏他任何好的地方 善待他 那么关系会改善 我们都不会受他影响的 或者我们经济有困难 我们就不要 哎呀死了死了怎么办呢 而是说 我先求神的国和他 而这一切加给我的 我就信靠耶稣 亲近耶稣 我就有神的平安喜乐 我遵从神 神会为我预备工作 有时候有些人说 我真是现在很惨很惨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多去亲近神 也都可能有些时候 需要找任何的工 让我们有基本的入息 又慢慢才再提升 做回以前的工作 就是总是用一个 平常的心面对困难 神总会有出路的 我就是接受这些 就算我现在挨苦也不能死 这样的时候 这个心态健康 反而他能够面对困难 更加有力量 我希望大家 首先 在困境中被人影响 我们都要平安喜乐 以后有好的东西 其实我们很多人有好的东西 我们有衣有食 有周围好的人 有好的顶纸 我们就因为这些而开心 这些是很多原因 我们可以活得开心的 感谢神耶稣这么好 耶稣跟我一起 每天赞美神 他人就由早到晚都开心 就不只是被那些不好的人影响 不只是被那些不好的事情影响 每天都算我们有的恩典 我们就欢喜快乐 做人做得开心 轻松了 因为神会照顾一切 希望今天的信息会帮助你 真的活得开心 活得快乐 如果你真的有些问题想问我 你在网上 YouTube找叶牧师找到我 你可以 那里有我的联络资料 可以找我 我都会给一些提议 你也可以找教会的传道人 领袖 去帮助你 面对你 有些情绪 人的影响 或者你自己的不开心 有些困难 耶稣也有能力帮助你 祝福你 愿主与你同在 我们一起祈祷一下 亲爱天父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都不开心 有些人被人影响 有些人有烦恼 耶稣也有凡事帮我们 能够拿走烦恼 求主帮我们这一阵 将这些烦恼放低 可以我们想象 将不开心的东西吹出来 将压抑的感觉吹出来 将手放在胸口 将胸口里的压抑掃出来 祝耶稣帮我们 将这些不开心的东西拿走 我们的快乐 不是期望于 家人对我们如何好 因为有时家人都会令我们失望 我们善待家人 家人的关系会慢慢改善 但是没有担保的 我们就是信靠神 而我们慢慢善待家人去改善 我们就不将家人的问题 经常背在身上 经常受痛苦 而是我们将这些重担放低 靠着耶稣 亲近耶稣而开心快乐 每天数算神的恩典而快乐 看看我们有多少对我们好的人 我们就善待他们 珍惜他们 我们可以对他们好 这样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享受 我们所有跟我们好的关系的人 那些没有那么好的 那些都有好的地方 我们都欣赏和珍惜 这样的时候 关系可以慢慢改善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耶稣你是爱我们的 可以享受你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我们可以开心快活 我们可以开心快活 多谢主 轻松做人 祈祷奉主耶稣圣明 阿门 好 愿主祝福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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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